好!我們來介紹一下今天這個大掃除的神器 那家裡有很多東西啊 像是床單、床墊、沙發、玩偶 這些東西都是你平常應該要清潔 可是因為你沒有辦法丟到洗衣機 所以你很難清 那今天這一台孩兒這個織物清洗機 然後它的型號是R6 江湖人稱白曉梅 它就是用來對付這些很難清潔的家具 那今天我來示範一下 那開始之前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它的這台機器的結構 這邊有個提板 然後左邊是清水箱 右邊是污水箱 那它的容量有600毫升 它的容量是目前機器 應該是市面上最大的 然後它的電線跟它的管線都很長 它的電線應該有 我看應該有5公尺左右 非常的長 然後它的這個管線也很長 然後我接著就直接來示範 它的面板在這邊 按一下開關 它就會開始運作 那它會有這個市面上最強大的吸力 那它有溫水跟熱水兩個水溫 按一下它就會噴水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污物 把它弄濕 弄濕之後 用水分滲透到這個污物 然後你再 你開始用它的前面這邊 有個吸管 在一邊刷 一邊把沙發和充電 裡面的步驟把它清起來 你看那邊吸的過程中啊 如果以前把這個沙發 把它弄濕了 這些污垢就會跟著這些水一起被吸起來 你看 那邊吸的過程中啊 如果以前把這個沙發 把它弄濕了 這些污垢就會跟著這些水一起被吸起來 就是沒有很脹的沙發 那經過我剛剛洗完之後 其實洗出了這麼多的污水 這是我剛剛洗完的這個污水 都很脹 看起來乾淨的沙發其實都很脹 而且是明顯的是 滿脹的污水 這個就是有清洗的效果 再來是女孩的夢夜 早上起來看到驚血 真的很煩 以前只能拿濕抹不擦 現在用白小梅 60度熱水加超強吸力 邊刷邊吸 不用兩分鐘就乾乾淨淨哦 還有小朋友尿床也很煩 尿床真的會整個伸到床墊裡 現在可以用白小梅 60度熱水噴下去 讓水稍微停留一下 把成年尿子溶解後 再利用超強吸力 一鼓作氣把它吸回來 徹底解決房間有尿味的問題 床比較厚 大概需要6小時 才會完全乾燥 所以建議開除濕機 或是冷氣家電風扇 讓房間加速乾燥哦 好 那假設我們今天做完清潔 然後清潔完之後 你的刷頭一定會變得很髒 因為你的這些寢具 你不可能經常清洗 所以有很多毛髮 有很多灰塵 甚至很多這些降之類的東西 大部分都會變成這樣子 那這個怎麼清潔呢 它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刷頭的清潔 這個刷頭它一共附上三個 這個不同的造型 這些刷頭都可以直接拆下來 拿去水洗 像這個 就可以直接把它拆下來 拆下來 然後這邊可以把它打開來 然後接著拿去水洗就好 那接著 第二個部分呢 是這個管道 這個管道啊 就很像我們家裡的水管 它這個管道 本身也會阻塞 也會有殘留髒污 那怎麼清洗呢 這邊有附上一個自清潔的這個 這個吸頭 其實就是把這個水路 從這個地方打進去 然後再做一個循環 所以你的水就會從水管這邊 打進去之後 然後透過吸頭把它吸回來 然後你的水就會從這邊逆流回去污水下